最近一周,关于朝鲜已派出士兵帮助俄罗斯进行入侵战争,以及朝鲜将派出更多的士兵进入俄罗斯与乌军作战的报道,突然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而最早披露此事的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该局在9月份就公开对媒体说,有成建制的朝鲜士兵出现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可能参与俄军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 直到10月18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再次爆料,朝鲜将派出超过1万名士兵,将在11月1日之前赴俄乌战争一线与乌克兰军队作战。 朝鲜第一批帮助俄罗斯作战的部队由2600名骨干步兵组成,他们出现在库尔斯克使用俄罗斯的装备和弹药。 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声称,俄罗斯的关键盟友朝鲜正准备从其武装部队的不同部门派遣一万多名士兵赴乌克兰作战。 这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紧接着,韩国国家情报局也发出警告,称以掌握信息显示,确认朝鲜开始直接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战争。 朝鲜的近期计划,是向俄罗斯部署1万至1.2万名士兵。 韩国情报局,警告西方盟友,朝鲜卷入乌克兰战争,将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步。 同样是10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海军舰艇,于10月8日至10月13日,向俄港口城市海参崴,转移了1500名朝鲜特种作战部队。 美国国家情报局表示,预计朝鲜很快就会向俄罗斯,派遣更多军队。 10月19日,新闻周刊报道称,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议员麦克特纳,正在敦促白宫,立即进行简报。 因为有报道称,朝鲜已派遣士兵,参加俄乌战争。 特纳表示,这一事态发展,将越过红线。 周五,这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在给总统拜登的一封信中写道,朝鲜士兵,加入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如果属实。 俄罗斯和朝鲜军事伙伴关系的飞跃,是令人震惊的,是乌克兰冲突的极端升级。 特纳在信中强调,朝鲜军队,无论是从俄罗斯领土攻击乌克兰,还是进入乌克兰领土,都必须是美国的红线。 也触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红线,白宫必须绝对清楚和明确此事的态度。 而美国国家情报局在报告中,还公开了朝鲜向俄罗斯移动军队的证据。 报告中公布的,卫星拍摄和其他途径获得的照片显示,俄罗斯海军舰艇在朝鲜港口附近的移动, 以及过去一周,在乌苏里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一次大规模朝鲜军队集结。 而在韩国情报部门发布的卫星图像中,可以看到,朝鲜第一批特种部队,似乎已经进入海深外, 分配在乌苏里斯克军事基地,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设施,进行上战场前的训练。 还有情报显示,这支特种部队,曾经接受过金正恩的亲自视察, 其站立在朝鲜军队里,属于较强的一批。 这支朝鲜特种部队的身份,已被隐藏为亚库特共和国居民身份。 亚库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行政区,相当于俄国一个省。 因为这里的远东人和朝鲜人长得像,所以伪装成亚库特人最好。 此外还有消息称,这一批伪装的朝鲜特种部队, 最先去的战场,不是乌克兰本土,而是库尔斯克。 8月份,乌克兰反共俄本土,占领了库尔斯克部分地区。 自那以后,就一直没被打出去,俄军不愿调主力去救。 而是猛攻乌冬,以求在乌冬获得突破,缓解本土压力。 但是,本土长时间被占领,对普京的威信造成了打击。 况且,乌克兰无人机,可以利用库尔斯克作为桥头堡, 进而深入俄罗斯境内发动奇迹。 所以这次第一批朝鲜部队,会进入库尔斯克战场, 帮俄国夺回库尔斯克。 此外,还有卫星照片确认, 两艘俄罗斯运输船,已经在朝鲜港口装满军火武器, 运回俄本土。 运载军火,主要为KN-23战术导弹, 反坦克导弹,多管火箭,子弹炮弹等。 其实,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有关朝鲜派兵赴乌原俄作战的报道, 就层出不穷,屡屡引发关注。 其中最出名的乌龙,莫过于发生在2022年8月间的, 10万朝鲜人民军,支援俄罗斯的新闻。 尽管此事最终被证明, 仅仅只是俄军事专家科罗勤科的一厢情愿。 然而在此之后,相关话题热度, 却是指增不减。 而这一次看来, 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支援的可能性, 的确很高。 除开各国情报部门公开的证据, 朝俄双方,也确实有这一现实需要。 首先,俄罗斯在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中, 损耗颇大。 不仅需要朝鲜武器弹药的补充, 更需要人力的支援。 根据公开报道, 俄军在战争中的伤亡, 已达60万之重。 但受限于, 国内环境和国际舆论, 普京始终不能进行全面动员。 而朝鲜军人,作为高素质的兵员, 对于补充战力,大有好处。 其次,俄罗斯的粮食石油资源, 也是朝鲜所需要的。 朝鲜同样希望, 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 提高本国军队的装备水平。 尤其是改善, 远程导弹的精度, 以提高核威慑能力。 而且,朝鲜军人, 可以在俄乌战场上获得实战经验。 这对于时刻面临美韩军事冲突的朝军, 同样意义重大。 朝鲜军人赴俄罗斯参战, 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首当其冲,就是语言不通。 据悉,朝鲜军队中, 通晓俄语的军人,不足1%。 而作为一线战斗兵员的步兵们掌握俄语的, 就更是凤毛麟角。 这会极大限制, 与俄军部队的协同。 其次,朝鲜的精锐部队, 普遍被认为坚韧顽强,素质优良。 如果当作普通佣兵, 用于填线显然是浪费。 所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 朝鲜派出的是导弹兵, 或炮兵等技术兵种, 操纵援助的本国武器, 直接参战。 目前已经有报道称, 朝鲜可能援助KN23短程弹道导弹, 并且派遣朝方人员进行操纵。 这一说法, 或许更为可信。 但无论怎么说, 朝鲜, 已经捅破了窗户制, 对全世界来说, 开了一个, 性质严重的先河。 俄乌战争至今, 无论从哈以冲突, 还是到也门战士, 这些战争, 始终有一个特点, 就是敌对国直接交战, 对应的阵营, 在身后帮忙。 这样的战争性质, 其实并没有超出, 普通局部小规模战争的范围, 也并未让局势, 真正扩大。 俄乌战争中, 任何一个军事大国, 都只是在背后明争暗斗, 提供武器, 去前线的外国军人, 也只是一些志愿者。 没有国家敢真正越过雷池一步, 那就是, 直接出兵帮忙。 因为这样做, 性质就彻底变了。 而我们也能看到, 在朝鲜做出出兵决定的同时, 一桩外交争端, 正在朝韩之间上演。 朝鲜外务省, 10月14日当天发表声明, 指控韩国军方, 对平壤的核心区域, 采取了无人机渗透行动。 稍后, 朝鲜长公主金宇正, 发表相关谈话, 使朝韩无人机争端, 迅速升级。 紧接着, 朝鲜直接炸毁了连接朝韩的金义县, 东海县部分区间通路。 而韩国军方, 自始至终不承认无人机事件, 乃由其策划执行。 并反指, 这可能是平壤的自导自演, 或者是韩民间团体, 实施了该行动。 如果我们把这些消息, 与前面朝向俄派兵支援联系起来看, 其中的逻辑, 似乎已经很清楚了。 无人机事件, 为朝鲜采取封路措施, 提供了理由。 并为其, 从法理上确认俄朝同盟, 派兵参加俄乌战争。 这一强有力的外交行动, 创造了必要氛围。 朝鲜最高领导人的行动, 是经过缜密思考, 精心策划的。 目的就是要在国内外制造, 其行动是势在必行, 富有逻辑性的结果。 金正恩的行动堪称大胆, 开创了冷战后的历史先河。 由此之后, 世界局势的任何发展, 包括世界性大战, 变得不再不可能。 可以说, 随着俄朝结盟及平壤决定出兵援助俄罗斯。 新的世界性大战, 不仅具有可能性, 而且危险性陡然升高。 当然, 这里并不是说, 俄朝结盟朝鲜参战, 必然会导致世界性大战。 俄朝联军一起作战, 并不意味着, 世界性大战已经开始。 只要当前的地区战争及世界局势, 不跨越三个红线, 我们仍有理由对俄制世界大战, 抱有希望。 红线之一是, 只要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不外意, 继续局限于所属区域之内, 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 新的世界性大战, 就打不起来。 红线之二, 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是, 只要俄朝同盟不外意, 以及与俄朝同盟, 可能具一定相关性的中东冲突, 所激励的各种同盟与伙伴关系不外意。 或者更明确地说, 新的同盟不像亚太外意, 新的世界性大战, 就打不起来。 红线之三是, 亚太区域内生矛盾, 不触发本地区的战争, 分歧不演变为冲突。 具体包括, 台海南亚印度洋等领土争端, 不走向冲突化, 新的世界性大战, 就打不起来。 理论上来说, 有这三个红线组成堤坝, 可以抵挡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而世界秩序的理性维护者, 都应该竭尽全力地, 阻止新的世界性大战爆发, 避免祸及世界。 然而, 历史是由必然因素所趋势, 也充满着偶然因素。 如果世界上, 只有理性之事, 就不会有一战二战的发生。 重大战争或冲突, 历来都是非理性的力量, 压倒了理性的力量的结果。 无论如何, 世界局势的演进轨迹, 正在发生巨大转变。 对新的世界大战, 造成新的历史性浩劫的担忧, 已经弥漫人间。